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对 《皇帝内经》林书篇当中两篇很重要的篇章 《中史篇》跟《金脉篇》里面的一点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呢我先提出来 就是脉中 六脉中跟武器诀 然后一般人呢就可能呢就觉得这个六脉中啊跟武器诀啊 讲的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 我今天主要讲讲这个问题 先说一下林书篇这两篇的重要位置 就是说现代的针灸学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两篇来开展的 就围绕这两篇就可以发挥出一篇针灸著作 灰红的著作 针灸学著作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篇里面探讨了各种 就是针灸的原理 针灸的要求 针次的禁忌 还有针灸取笑的原理 得气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基本上针灸学里面的各种因素 要素 甚至注意事项 他都提到了 并且呢这两篇一开始呢都提到 中史篇和筋脉篇呢 可以说是叫真道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知识 所以这两篇非常重要 所以认真揣摩这两篇呢 就可以使对针灸的理解啊 更上一层楼 然后和朋友讨论的时候呢 朋友就问到我了这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这个六脉中跟武器诀 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一个是六脉中 一个是武器诀 我呢就分两期 讲一讲这个话题 先说中史篇当中的那个中 中史 就是结束和开始 一般是这么理解 说个题外话 最近在读《红楼梦》啊 里面有一个女主角 叫薛宝钗说个一句话 信于使者代于忠 他也提到了忠和时 意思呢就是 如果你一开始是幸运的 那么后面呢可能呢就会越来越走背运 这个意思 这是题外话 我们说灵书中史篇跟灵书金脉篇 这个六脉中和武器诀 我们拉出一小块来解读 先说这个中和诀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很有讲头 我写出来 中 绝 现在来看 现在来看这两个字呢都是脚丝旁 终 绝 那么这两个字呢 有什么不同呢 这我们必须要分析这两个汉字 我先说一下他们的古字是怎么写的 我们再来看 是要的 这我们不妙了 那么这两个字呢 我们不妙了 大家看 这个钟 它有一个 上面突出了这一个尖 下面拱拱拱拱拱 拱出来这么一个尖 那么钟的隐身的意思呢 就是极点 就是尽头极点 就是穷尽 是这个意思 比方说冬天 为什么是冬天 就是天气慢慢慢慢冷 最冷了 这个呢就叫冬天 冬天的冬 为什么叫冬天 冬者中也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有很多人对冬天的解读 就是前人 为什么说冬天 叫冬天 不叫什么别的什么天 冬者中也 它就象征着 一年走到了尽头 气温走到了最低点 然后呢 到了尽头 很快呢 就要到春天 它发生一个转变 所以呢 这个中的意思呢 就是 尽 尽头 极点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绝 绝这个字很有意思 甲骨文写出来还是挺好看的 是这边一个刀 这边一个丝 或者是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这个刀在左边 一种是这个刀在右边 但无论是哪一种 它都是有那个刀把那个丝截断的意思 这个就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这个所以这个绝呢 就是有断 但是呢 它没有那个尽头的那个意思 在里面 这是两个古字的字意的区别 包括这个绝 后面 决字 在那个说文解字里面 决字还有一种写吧 就是 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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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么一种写法 在说文解字里面说 叫绝者 就断丝也 就是把这个丝啊 就给 断开 当然呢 这个跟甲骨文里面的字意呢 是一个意思 相通的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中 还有这个绝的不同 我们再回头再看 林书篇里面讲的 林书中史篇讲的六脉中 我们就可以体会 这个意思 就是它这个脉啊 脉里面行的是气血 这个气血因为不够 就导致这个脉的这个功能啊 走到尽头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气血呢 它武气血呢 它实际上讲的是这个五脏 五脏的这个气 然后因为什么功能障碍啊 因为这个脏腑 受到了损伤 脏腑特别的虚弱 或者是受到了脏腑 受到了各种影响 导致脏腑功能的绝 就是这个功能 没有啊 一个是尽头 一个是到几点 到尽头已经是强奴之末 一个是这个功能呢 就丧失了 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 行 我讲的这个就有点拗口声色 这期呢就先讲到这里 下期呢我们再详解这两篇 好 谢谢大家收看